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栩栩如生的人物 与这自然山水之景融为一体 透露出人和自然的和谐 有人说 放宽的画不是写生 是写心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西山行旅途 走进这片顶天立地的壮阔山河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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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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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父父,山也是山,水也是谁,我也是谁,我也是谁啊,我也是谁。 长高水长,故乡千万,非有老笔,轻作何穷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这幅画当中,其实这三个人从来没相遇过,但是在我们的节目里,在《诗画中国》里,这三个人第一次走到了一起,这是千年的缘分。 中央美食学院每一届的学生只要你学山水,西山行旅图就是你的老祖宗,那就一定要临摹一次。 通过临摹来学会按照古人前人的眼光去感受自然和表达自然。 范宽宽的笔法就特别有意思,它是用一种线条加点结合的,可以称之为豆瓣春。 在这个春法上称之为豆瓣春,也就是比较小的,细碎的笔法来表达。 这样就能够画出这个山石的既很坚硬,但是又非常充实,整个山峰的表面不是完全的岩石,而是有很多树木,甚至形成了整个山石的这种混乱一体的质感。 这么伟大的一幅画,很长时间作者都是有争议的,不知道谁画的,后来在1958年的8月5日这一天,从这儿看到两个字, 在那个树叶里边,树叶子里,对,范宽两个字,赫然在目,可见作者并不介意,我非得让我这名字流传千古,我是以画传实。 为什么这一幅最为著名,我觉得它是把平生所学和所能,全部融会其中。 我在想,可能很多的文人自古以来,觉得世事多变迁,但是他们始终想寻找一些永恒的不变的东西。 山和水,这些在我们有限的人生空间里,它是不会发生改变的。 这样的一些意向,给了这些文人,给了这些艺术家,以极大的想象和憧憬。 就他们希望这世间能有一些价值,能有一些我们这个民族内心坚守的理念,是能像这些高山大石一般,窥然不动的。 在这,感谢山和水公带来的精彩的呈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